今天我们来做这个 椰子香蕉蛋糕 首先第一步是烤箱预热 350度F 打完这个我觉得我就可以去尝试 那个400次手打奶盖咖啡了 是挺成功的 因为它稍微有一些起泡的样子 好 你会说吃了 你会吃了 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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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蟹 冒頭 乳酸 它是硬的 它是成功的 它是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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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现在我在等那个蛋糕好吧 然后我就想说来唠个课 因为写标题是帕梅拉女士 其实我是在inx上面发现的 就她有一个inx账号是专门用来锻炼的 然后她其实还有一个inx的小号 会把她的吃的都PO在这个上面 我待会会放在这里 然后这个上面就是记录了很多她吃的东西 就是她也有出过一本食谱的书 就是记录了她很多吃的或者喝的之类的东西 但是我没有买 anyway我会把那个英文版的链接放在下面的评论或者信息来 然后今天做的这个就是 她之前也PO在过网上 所以是她公开的食谱不需要购买的 然后就是椰子粉做的香蕉蛋糕 我也是第一次做 所以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因为那个蛋白的关系嘛 那个蛋白打发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因为她没有用泡打粉 通常蛋糕的话 或者面包之类的都会用泡打粉之类的就是会让它蓬松 就是长高 但是她用的是直接用蛋白 蛋白打发之后 里面的那个气泡的空气感 让那个蛋糕变得高一点 所以我有点紧张不知道会怎么样 然后还有就是她 因为我最近真的在家就蛮 蛮经常做她推荐的那些 然后我昨天做了她新出的那个臀部的训练 我就觉得这个可以 我到时候也会把截图放在这里 她上两周就出了一个Body Activation 然后昨天出的是一个专门针对臀部的 就对发力比较有要求 然后她之前那个Body Activation 就她会更全面一点 好处就是她活动到的地方会比较多嘛 但是坏处的话就是你很容易没有练到臀部 反而练到了大腿 会只会让大腿变粗 所以我觉得如果发力不对的话就尽可不要做 或者说如果你立即就是你找不到那个发力点的话 我建议是非常缓慢的做那些动作 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知道自己的哪块肌肉是在动 哪块是尽量让它不要用力 否则的话就是用错力就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好其他我也没有什么想说的 接下来我们就等蛋糕好吧 本来这个视频应该是有试吃环节的 但是我吃的时候忘记按录制剪了 所以我下次吃的时候再录给你们看吧